在新的措施,港車北上之下,在保險上有一些要求要符合,其中一個叫等效先認,另外還有幾種方法 可否分別有甚麼方法司機可以選擇買這些保險產品? 不如說回等效先認,其實我們是一個方便利民的設措施 其實就是用一個香港已有的法定保險,第三者的責任保險 然後在上面再附加一個內地的交強險,剛才你說的機動車事故的強制保險 然後車主和司機還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附加一個商業險 商業險的意思就是交強險因為法定保險的要求比較低,20萬人民幣 我們可能相信如果真的遇到事故的話,20萬人民幣未必足夠支付賠償 所以都會建議司機或者車主考慮買一個額外的商業險 根據個人需要和負擔能力可以是100萬至1000萬都可以 這個其實是方便司機或者車主一站式,由香港保單做出發 由它在上面附加一些需要的險種,讓它們方便他們港車北上 這個等效先認簡單來說就是用香港現在的保單附加一個內地的汽車保險 做到一個叫做一次過承包兩地的車保的情況 換句話說不需要再買,剛才我說的簡稱交強險 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不需要再買 而是因為用一個等效先認方法已經幫你買了 不是沒有買,是已經幫你買了 買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條件? 需不需要做什麼事先的步驟? 因為現在香港有16間保險公司 是能夠提供等效先認這種保險的 我們也有網頁很清楚寫完這些公司的聯絡方法 如果你是這些公司的一個扣保人 你在你現在的現有保單上可以再加 例如你想先試一下,買一個30天的保障 或者你覺得我剛剛逐保,需要買一個全年的保障 可以根據你的需要,交換一個附加費用 然後買這個保險 香港保險公司會幫你辦理所有的手續 都是兩隻,一隻短一點的30天,一隻可以全年的 保費上有什麼不同? 大部分的十多間公司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16間公司正在做 我們相信未來會更多本公司會加入 剛才李先生也說過 這個費用相對於現在 另外兩地車牌的保險會比較便宜 我們看到市場的規模 通常全面的保費大概是1000元左右 這是最基本的交強險的保障 如果你需要一些額外的商業片 就看回你的需要 我們都是真的強烈建議 車主或者司機買一個額外的商業片 因為這個保障一個top up 是保障範圍比較完備的 我們都會選擇 有很多的客人 公司吃過 人到無聊 有很多個 我們都會選擇 要選擇 你們 我們 你 我們 有很多